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玛利欧陪你喝一杯,我是玛利欧 为什么周二会有玛利欧陪你喝一杯节目呢? 好啦,我知道你可能不是在周二听的,但是我们依然要解释一下原因 过去几年呢,我们有许多喜欢我们节目的听众持续成长 同时也有许多喜欢我们的厂商,希望能够跟我们有进一步的合作 而除了在节目中获口的口播稿和QA形式之外,也会希望能够有完整的一集访谈 透过轻松聊天的方式,提供听众觉得有收获的内容 所以我们决定不定期的时候呢,会在礼拜二推出工商星期二的特辑 在工商星期二中,我们会访谈赞助厂商相关的专业人士 我一样会用非常认真的态度研究这个人,并跟他聊天,讨论相关的专业话题和议题 绝对不会因为是工商服务就变得超级置入 因为我希望这个节目对听众来说依然是有收获的 另外不用担心,原先玛丽欧佩妮会被访谈不会改变也不会中断 依然是每个礼拜五晚上上线 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也欢迎到我们FB粉丝页IG和Apple Podcast留言给我们 也欢迎写email给我们哦 过去呢,我们访问过两位妇产科的医师 而这一集的工商星期二,我们也要来聊聊生育相关的题目 今天访问的来宾是文业教育基金会的执行长林秋宝 早产儿基金会的董事彭春之医师 以及早产儿妈妈 同时也是KK队营销长黄昭英Yuki 来谈谈早产儿的议题 我们先请彭医师跟我们说明早产儿的定义哦 接着Yuki则跟我们分享了他家中两个孩子 都是早产儿的经验和心得 Yuki两个孩子现在都已经是国中生,非常健康 他也跟我们开玩笑说他是一回生二回熟 但听他分享当时照顾的经验其实很令人震惊 而且他也提到了还好有很好很专业的照护团队 以及早产儿家长的支持社群 让他们可以关关难过关关过的走到现在 甚至小孩现在有一位还去练跆拳道 参加了比赛还拿过不少奖牌哦 而彭医师则是分享了早产儿可能会遇到的各种状况 还有预防早产儿的相关知识 林执行长也分享了文业教育基金会创办人 许文宏女士因为自身有养育早产儿的经验 所以文业基金会也大力投入了许多的资源 希望能够推广这个议题 让更多人能够了解早产儿 其实我自己跟他们聊完之后也收获很多 觉得不分性别角色 更了解相关知识 都能为这些宝宝们的成长健康付出一份心力 更了解相关议题 也能更多一点尊重与同力 守护这些巴掌仙子们能够健康成长 玛丽欧陪你喝一杯之工商星期二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林秋宝 彭纯枝和黄昭英 我第一次拿到这个议题的时候 的确因为刚刚Yuki有问我说 玛丽欧你是不是对这个早产儿应该很不熟悉吧 你这样讲我好像也没办法反驳你 因为这件事情我的确是没有经验 但是因为刚刚我们在聊的时候就会讲早产儿 可能他就想说原来有这么小 然后就说好像大概多少是一个正常 所以首先应该要请教一下彭医师 就是早产儿的定义大概怎么样 然后最小 我们大概台湾看过最小的多小 然后大概怎么样算是早产儿 我们目前早产儿是从怀孕的周数来看 未达37周的就叫早产儿 所以妈妈每次去产检就会说 我现在是23周又3天啊 25周又6天啊 这些都是早产儿 那一直到36周又6天5天都还是早产儿 过了37周一天两天就不算了 就算逐月了 那以我们其实身体在妈妈肚子里面成长之后呢 大概器官功能要成熟到 他可以来到时间可以活下来 大概至少要24周啦 那以前好 那不过现在科技也一直突破 所以在新闻事件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台湾最小的是22周 22周 然后280公克左右 280公克 那个玛丽欧 你知道正常的虚射儿是多重吗 我记得我好像3000多了 不错那很大 早产儿如果说正常牺牲的是3000多 那他们从2200一直2100一直到最小 24周大概以前是24周 然后五六百公克以上可以存活 所以22周280我们都称它是奇迹啦 真的是很困难 那Yuki你的小孩那时候是 我有两个小孩都是早产儿 然后差一岁半 然后一个是26周 然后一个是28周 然后一个是800克 然后一个是1000克 那我就刚刚在开玩笑说 我那时候就是一进到那个家务病房 看到自己生的小孩的时候 就觉得有点吓到 因为我的小拇指打开 竟然是他一整只腿的长度 然后看到他怎么那么小 像一个小老鼠一样 就是这样真的可以活吗 那后来就是两个孩子 现在都健康长大 所以就觉得自己有见证的这个奇迹 才知道原来早产一点都不用害怕 但你还是会比较辛苦吧 就是在医生方跟父母方有什么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早产儿的妈妈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在肚子里面多养一天 都比出来养一天要来的好多了 所以早产的那个出生之后的照顾 非常辛苦 那当然这当中也要看问题啦 他有多少的困难 那这些早产的勇士 都像是过五关斩六将 每天都在像打怪游戏 今天这一关过了 就还开心一下 然后这又下一个关又来了 对就是观观难过 观光过都是我们早产儿父母 就是互相鼓励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 然后我们都彼此互相交流嘛 那我自己的话就是 老大的话 他几乎是所有早产儿的并发症 全部一次都发生 那包含说脑式初学 那我们家哥哥就是大的那个 他是脑式初学三度 那其实他就对他的运动神经 就是有伤害 然后带来是身带麻痹 然后或者是他眼睛有视网膜病 变经过雷射手术等等的 就是每一个关卡 他都刚好都遇到 对 那还好是医生的细心招呼之下 那时候是在麻洁 然后照顾的非常好 那后来四个月后出院 但是出院之后也没有代表 就是这个习题好像就解谜借题了 其实没有 其实反而是后面的发展迟缓的问题 所以其实我自己是把工作辞掉 然后自己带着他们就是附件 然后还有带着他们追那个逐月 该有的成长迟缓到逐月的发展这一段 那追了七年才追上 对 然后在他七岁的时候 我们总算毕业了 就是在发展迟缓这一块 总算追上逐月的发展 我呼应一下这位伟大的早场儿妈妈 因为我们文业科技公司的创办人之一 那个徐文宏 他自己本身也是早场儿妈妈 我是有三个孩子 但是还好非常幸运 我的孩子是健康的 那刚刚讲到说 小孩子的逐月或者是不逐月 或者是他的大跟小八百功课 很巧我们家的老板 他的孩子也是八百功课 玛丽人也可以想象那个大小 就木瓜那么小 宝特瓶的矿泉水 刚好七百五 他说是一个木瓜 然后他的心情跟刚刚Yuki讲的也是一样 他说他刚开始看到他的孩子的时候 他也是觉得他的孩子怎么像个妖怪一样 没有就是很内疚 对 所以我有听过我们家 那个老板娘他有讲过一句话 他说没有办法好好把他生下来 但是我一定要好好把他养大 对 所以刚听那个早产儿妈妈说 过五官斩六将 然后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 医师我们在于什么情况下 早产的比较容易发生 早产当然跟妈妈怀孕过程的一些状况 是会有关 但是有一部分他是本身的子宫颈 或本身身体的状况 他就是有习惯性早产 他就是容易早产 当然有些时候是怀孕的过程 妈妈有一些高血压 认诚糖尿病 或者各种的合并的一些状况 也会造成在子宫内的那个时间 他会没办法稳定的在里面 或者一些胎内的一些感染 也是早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刚刚好像有提到说现在台湾的早产 是往上升的一个情况 因为前阵子我们的行政院书院长 不是说我们的那个新生儿死亡率 什么少子化 很重视这个议题 这当中在少子化的过程里面 高危险的怀孕的妈妈 还是有一定的比例 所以相对于比较顺顺可以生的人 好像比较不肯生 相对之下就整个早产的比例 从以前曾经是百分之八点多 整个占性生儿的出生的比例 到后来九点多 那最近的统计已经到十点六了 是高于日韩的 OK 就是说这个新生儿的比例 本来就下降了 对 然后那这个早产的人数 就基本人数没有下降 所以分子就维持差不多 应该基本人数有下降 但是下降的比例 比较没有那么多 分母是下降比较快 对 了解 好那Yuki 还有什么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在这个照顾早产儿的经验当中 就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好啊 我觉得就是分成两块 一块就是早产房治的部分 就是其实 如果没有当过早产的妈妈 或者是没有怀孕过的妈妈 她其实对于早产的意识 其实几乎是没有的 就举例来说 就是你只是觉得好像肚子有点硬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不明的出血等等的 就是没有那种概念说 其实这个就可能 你已经是一个高危险认诚的状态了 那你可能已经不能像平常 你觉得三个月再回去 几个礼拜再回去产检一下 那我觉得就是早产基金会一直在做这方面的一个宣导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靠 就是大家对于自己身体的一些意识跟观察 那我觉得这一块是 以往我们没有经验的妈妈是真的比较不懂的 所以往往等到你发现你已经进入那个子宫颈 已经准备要打开 然后你已经来不及去安胎的时候 你才进去医院都一切都来得太慢 所以我觉得这个早产意识一直是 我觉得我自己在一路上 然后还有身边有这么多早产妈妈的一些朋友们 我们觉得应该要透过更多媒体的力量 或者是大众的力量更多去宣导的 那也是过去早产基金会一直在做的嘛 那我觉得在早产妈妈的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是大家都应该具备有更强的信心 那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 我一个800克嘛 那一个1000克 那甚至他们都有合并脑式出血的问题 大部分的妈妈或者是家庭可能就会害怕说 这样的孩子他到底育后发展会怎么样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这样会不会为家庭带来更沉重的负担等等的 那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曾经走过这一招 然后我身边也很多像我们这样子基地体重 我们基地体重就是1500克以下 比较容易有早产的必翻证的孩子 其实我们的家长群其实是蛮团结 那大部分看到最后孩子 不管是花七年还是花了几年 都是可以追得上 所以我觉得就是早产的父母 就是对这一块因为没有认识跟没有了解 所以会有很多不必要的一些担心 那我觉得这一块也是我自己走过来之后 就是会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你第二次的时候你会觉得压力更大 还是你觉得就是有一些这些帮助 或是你有一些经验的 你觉得反而会比较好一点 其实就是一回生二回熟嘛 虽然这样讲好像有点怪怪的 虽然这样回去 因为我们就是 不是会不会跟体质有关 它两胎 对我就是高危险认诚的一个体质 所以我都要参加高危险认诚专科 不是每一个妇产科 它都有高危险认诚的专业 所以其实当你发现你是高危险认诚体质的时候 你就应该要去选择高危险认诚专科医师 而不是一般的妇产科 这样 这我觉得是一个概念 那我刚刚为什么说一回生二回熟 其实这个故事是 其实每一个基地体重早产儿养到可以出院 我当年是2000克 就是健保就会说 你可以回家 可是2000克其实还是跟一般的 有点差距 所以我那时候 差三分之一 但是可能我们父母就已经必须要把孩子带回家 所以在带回家的时候 我们家的两个孩子的管线都还在 就是他有口味管或鼻味管 然后再加上他的心肺侦测仪 然后氧气的给氧 那我们都要进医院做训练 所以要三次考试 以马接的话是三次考试 然后你都通过 妈妈才可以把孩子带回家 要学 对要学的 要进去 那时候是在NBC 就是新生儿的那个病房里面学 那全部考试通过了 然后你也知道怎么判读 就是孩子的脸变黑呀 或者是血氧到什么 你的氧气要多开多少 你要把这些都学会 你才可以把孩子带回来 那我为什么刚刚说一回生二回熟 因为大部分的妈妈遇到 第一个就是 我的小孩带回家 身上全部都是管线 然后还有那些会嗶嗶叫的那些仪气 那不是在医院才会发生的吗 那妈妈就是他24小时的特别护士 就是没有一个父母 他会承担得起这种压力 那一开始的时候都会很慌嘛 那二回熟就是说 因为我两个小孩才差一岁半 一年半后那些记忆都还在 所以这句话是那些护士跟我说的 他说妈妈我们应该不用担心你啊 你一回生二回熟应该还没忘记吧 然后果然就是在这块的照护上 就是特别的收手 然后也没有那么样的紧张 所以我记得我第一个老大带回家的时候 第一个礼拜我就瘦了五公斤 因为我都没有办法吃饭 因为我那个仪气随时嗶嗶叫 我就会很紧张 所以就是吃不好睡不好 可是到老二带回来的时候 我就非常的顺利 然后也非常容易上手 就是很多担心都是没有必要的啦 都是自己吓自己的 这边我要接着先稍微补充一下 好免得大家听众朋友都觉得 哇那这么可怕 那么医院这么那个没有心肝 让我们妈妈这么辛苦的带回去 那是因为当他成长到某个程度 剩下一些生理的一些 喂食需求的时候 没有医疗上的需求的时候 他要跟着妈妈 妈妈万百万一个人 全心全意的照顾这个小孩 他的所有的进步都会特别快 没错 在医院里面怎么喂就是吃不好 然后吃一点点就吐一大堆 妈妈都可以喂的好 然后妈妈跟他的互动 那个亲子之间的互动跟他的眼神的对眼啊 跟他多讲几句话 都比我们在医院里面好多了 所以他出院之后可以有很快速的成长 所以我们在没有真的医疗需求的时候 然后剩下要维持他的氧气 呼吸平顺 鼻胃管让他喂食 但是他要慢慢训练口腔的 从嘴巴来吸奶喝奶 那这些训练如果一定要在医院到全会才回去 整个住院时间拉得太长 然后妈妈不能随时陪着他 其实对宝宝不好 然后他的成长动作发展 可能就要追到八九岁才会追得上了 对早一点回去 对他的动作发展 心智发展也都会有帮忙 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妈妈 接受一些战斗训练 让他能够 战斗营 对然后学会怎么样去面对他这个孩子 这样才能够给他最好的 所以不是医院太无情 太人心 对对对 我们不是无良医院 这个是最好的 我们这边是三个女生 一个玛丽欧 所以玛丽欧你有没有觉得说 哇那个要好好孕 就是那个在怀孕之前 就是在最好的时间去怀孕 然后怀孕期间虽然说这个过程很多 是不可预期 不可预判的 但是你还是要去勇敢的去面对他 而且有生出来之后 如果像我们早产基金会 有这么好的团队 在帮助这些妈妈们 面对所有的一些事情 像我们家那个创办人 也是在医院安胎的时候 然后看到早产基金会的一些menu 看他们整个的一个系统的照护 什么他就赶快决定转院 然后转院之后呢 在马杰的一个细心的照护之下 他才一步一步的 因为他很幸运的碰到很好的团队 然后在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当中 他的孩子刚开始出来是不会哭的 因为他的很多的器官都没有健全 所以他第一声听到孩子的哭声 他是欣喜若狂 赶快跟医生报告说 孩子哭了就表示他的 他有那个功能 有那个力气 这个都是一个好好运 好好生 好好养 那个刚刚有提到早产额基金会 那像这个基金会会提供什么样的协助吗 或者说怎么样帮助妈妈 或是整个家庭啊 不只是妈妈而已 我们基金会大概成立三十年了 那这段时间 其实我们就是着眼在这些小小的小孩 其实他需要更多的照顾 大家会觉得好像台湾健保很好啊 什么都有保啊 什么都有给付 但是还是不然 还是有一些部分的费用 是没办法从健保支出的 所以我们在募集这些 三星人士的捐款之后 有一部分我们会补助 像刚刚Yuki妈妈说 他要带氧气回家 带监测气回家 这个健保没有给付 我们会补助他们一些医疗器材 是 再回家的需求 然后我们对于低收入的爸爸妈妈 如果真的住院的费用支出比较高 他真的有困难 他们社工评估是需要的 我们也会给他这样的一个经济上的补助 那另外我们在成立之后的 大概四五年开始做早产的最终 是在比健保还早就开始重视到 这些早产的养大之后 还是需要很多的早期疗愈 很多的追踪 确认他的生长发育是OK的 我们就统筹了全台当时候 22家合约医院 然后我们安排 补助他们 然后让医院申请各管师 然后各管师就会很定期的 帮妈妈安排好说 你六个月了 要回来医院做身体评估 心智评估 还是眼睛的检查 还是听力的检查 然后要挂哪个诊 都帮他们排好好的 然后什么时候去做检查 哪一天回来看报告 然后一直追到两岁 就跟刚刚说的毕业了 给他一张毕业准书 让他知道他的各方面的 这当中就会把所有的需要先安排好的 他如果需要一些早期疗愈 怎么跟物理治疗师联络 怎么跟智能治疗师联络 怎么帮他安排这些 我们都请专人来做处理 然后而且我们把这些早产额的相关资讯 集合成一个资料库 那台湾很多的医师 就会借由我们的资料库的资料 来申请做一些早产额的一些分析统计 让我们更清楚知道说 我们跟国外比哪边还要做得更好 哪边有什么样的成果 哪边我们可以再做一些 怎么样的提升 因为只有不断的进步 才能够让我们早产额也得到更好的照顾 所以我们基金会在整体上面 除了给家长的一个资源以外 我们也对整个医疗照顾体系的推动 还有早产额追踪的介入 以及对台湾的新生额科界 他们在研究这些早产额照顾的知识 或者成果 能够有好的一个集合起来的资料 都有很多很多的足摩 所以就分不同的方向 当然还有往前 我们也做 其实预防早产本来是我们早产的基金会最重要的 对 因为怎么样降低死亡率提升存活率 都没有比让它逐月一点再生出来 来得好 所以预防早产也是我们一直着力的 了解 所以就很像说给了家长一个地图 或者一个指南 就是说在照护的时候 那Yuki两个小孩其实都是 然后那在家庭照顾上面 除了你刚刚讲的 你学了很多这些东西 技能 对 还有什么是 就你的经验其实要花更多的心思 然后比如说当然不只是你一个人 就整个家人之间的沟通 大概会哪些 其实在就是一开始1500克的小孩 他们出生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肺部没有成熟 所以其实像我们都是慢性肺病的这个 就是有拿到那个医生证明 那慢性肺病的这种孩子 他一开始因为他的肺部也不成熟 然后还很小 所以他们是几乎没有这种病毒的抵抗力的 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 整个家里我们的布置就很像 那个在医院的那个 对 就很像在医院的那个 新生的家务病房的标准 那像我自己的话 我们是要求就是进来 还是要洗手跟刷手 那还有就是 如果是从外面进来的话 我们的衣服是直接全部都要换掉 然后再来就是 如果要抱孩子 一定要戴口罩 然后戴一个那个 类似隔离衣这样的一个概念 然后才能抱孩子 然后尽量家里不要出现访客 所以这些都是当时 就是我从医院毕业 然后得到这些技能之后 有特别被交代的 那我们就是真的完全按照这个方式在做 所以我两个孩子出院都是还蛮顺利的在一个蛮安全的环境下慢慢长大 那至于就是在家里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刚刚医师讲到的早产儿的这种追踪 其实真的如果没有基金会来帮我们预约 第一个你很难预约的进去 因为现在这样的一个儿童发展的新制评估是很少医院在做的 那所以其实这个真的要靠这种个管师帮我们提醒说 三个月了 然后我们帮你预约了或六个月 那每一个婴儿在不同的期间 他们应该要有的发展 其实如果没有透过整个评估 你也不晓得 就是现在是心智迟缓了 还是大动作迟缓了 还是精细动作迟缓了 其实他要安排的这种后续的附件又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也是父母他除了在照护上 心里也会比较焦急的 对那常常会遇到那种阿公阿嬷 在教养孩子的 那他们就会觉得说 第一个就是可能不一定能够面对问题 就是孩子真的是迟缓 可是阿公阿嬷还是觉得 不会啊 孙子就是很可爱啊 然后他这个慢慢就会好 可是其实就拖到了他就是黄金的早疗期 我们说黄金的早疗期 这待会可能医师可以再补充 就是真的是附件这件事情 就是要越早发现问题 然后赶快去做 那像我的孩子是 当然老大他是老式初学嘛 那老式初学三度又伤到运动神经 他的问题就是他两岁还不会走路 那这种都已经是就是需要附件 然后需要很频繁的去追踪的一个状态 但是如果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问题的话 可能就没有在早疗期的时候发现 他可能就是像医生那时候说 就很多老式三度初学的 他们可能在小学的时候 都还要用支架走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些早一点发现 不要错过早疗期 也是父母就是在接回早产额之后 很容易忽略跟觉得最交集 最担心的部分 医师你要补充 好 那因为我们早产额本身就是因为 很多器官功能没有成熟 之下就出生了 所以在早期急性期的时候 肺部不成熟 他就会需要擦管子 擦气管内管 用呼吸器帮他换气 肠胃不成熟 就一直喂不起来 然后不会自己吃奶 那脑部的部分 就是会牵涉到未来神经发展 好不好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如果在早期 因为他们的脑室的结构上面的 一些血管的丰沛的状况 比较容易破裂出血 所以有一个问题叫做脑室内出血 它总共分四度 所以第三度就是 已经接近最严重的第四度了 那都会有一些动作上面 以后的影响 那有些时候早期没有出血的 在早产额的养大过程当中 他的脑细胞如果曾经受过一些伤害的时候 他脑细胞受伤 我们的脑袋是最不会再生的 所以那个地方就会变成空洞 这种中脑是白子软化的 这个也容易有后遗症 所以他们容易有后遗症的三个主要器官 一个是肺部的慢性肺疾病 所以有带氧气回家的问题 要带监视器回家的 但是这个慢性肺疾病随着成长 大部分我们觉得 医界觉得还是比较容易克服 是可以再慢慢长 因为我们的肺泡细胞 到八岁都还在长 所以他可以一直长新的好的细胞 脑部就是第二个大家 因为养了孩子总是希望他头好壮壮 但是脑细胞又不太会再生 所以只好利用复健的方式 让他受伤的脑细胞 他功能虽然丧失了 但是旁边没有受伤的脑细胞 可以活化来取代他的功能 因为我长不了新的细胞 但是我希望还在的细胞能够多会一些事情 然后能够多取代一些工作 所以我们脑部的伤害在这两个初血或者白子染化症之后 就怕他长期的后遗症 所以需要做复健 那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器官主要还是在眼睛 眼睛会有视网膜病面的问题 因为他在妈妈的娘胎出来之后才成长 那个视网膜上的血管受到我们环境氧气比较不一样的影响 所以他的血管会长得歪轻扭吧 长得太歪了 他就会造成视网膜玻璃 视网膜玻璃这样就比较清楚吧 因为近视的人也会有视网膜玻璃 那早产的视网膜玻璃主要就是这些新生血管影响的关系 那比较厉害的在医院期间就要做治疗 那如果没有早一点发现 早一点做治疗 或者他本来就太严重了 还会有失眠的可能性 这样对他生活品质就差异很大 而且即使他们眼睛没有视网膜病 也容易有近视或视力影响 远视弱视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一直追踪 所以定期追踪早一点发现 他哪边的发展比较追不上 我们尽量给他后天的调养 后天训练 让他去补足先天上的不足 这里有一个这样的味道在 有时候我们也知道 爸爸妈妈越仔细越配合 积极的配合早聊的这些安排的 真的还是看得到比较好的运后 对像我以我自己的那个老大来做例子 刚刚讲的眼睛跟就是肺部还有脑部 他是三个权重 那他的脑是出血是三度 那也有那个亮点跟空洞 那那个时候就是他的主席师就提醒我说 你回去一定要认真的为他做复健 这样 所以我才把工作辞掉 然后亲自带他当他的特别护士 那我就是想要跟玛丽欧分享 就是这个就是很神奇的妈妈力量 后来呢就是这个孩子呢 他两岁不会走路 然后就是一直持续的复健 然后最后呢 他不只被我们五岁送去学跆拳道 而且他还拿过全国的金牌 对所以他现在是一个头好壮壮的孩子 然后我们家的金牌有一整面 有金牌银牌 然后还有铜牌 然后他还有拿过各种名次这样 所以现在你再去跟人家讲说 在那个跆拳道比赛的时候 看到那个孩子 然后他以前是一千克出生 然后他脑是有三度出血量 所以不会走路 就没有人会相信 所以我觉得这个 早疗的力量跟复健的力量 真的可以战胜 他出生所有的困难 所以现在我们医生都常开玩笑说 他都把我孩子的那个脑伤的 那个图片留下来 然后只要有人到诊间说 他对孩子没有信心 父母在哭 他就会拿出这个例子 然后还有媒体的报道说 你看这个 就是Yuki的小孩 然后他现在就是还拿过跆拳道的金牌 他以前的脑伤 比你这个小孩还严重 所以你根本没有什么好担心 所以我觉得就是后天的 这个条理 真的是可以胜过很多 先天的一些问题跟困难 我倒是很好奇 那你的孩子自己本身 他自己知道说 他是一个早产儿走出来的吗 像我孩子现在国中了 然后他都每次都跟我说 你知道我的同学都有上网 去看你以前的那些文章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跟人家讲 我发展迟缓了 那你要告诉他说 你的个案是可以燃烧出 另外一个人家正在这个煎熬生命的那种力量 对吧 像我们创办人的一个故事 他觉得他就是听医生团队的话 医生交代什么 他就做什么 他就是一步一步就是按照这个 所以他觉得很感动 也很感谢有团队在背后支持他这个力量 所以我们就做了很多的一些捐助 所以像文业基金会 大概在早产方面 他投入了哪些 比如说资源也好啊 或者是帮助呢 文业投入这个部分 就是注重在早产儿的防治 跟他们追踪文宣上面 宣传方面 我们从大概民国95年开始到现在 就不断的每一年累积那个捐款 都有两千多万 就是让大家知道不用害怕 否则的话你想想看 面对我们现在台湾已经进入到 生不如死的那个交叉点 其实人口的红利 人口的竞争力 马上其实会影响到 产业发展的一个劳动力各方面 所以我们就是积极投入 包括许医师的这本书 就是亲爱的医师妈妈的 中间有讲述了很多 在早产儿照料的部分 我们也捐助他这本书出版 那版税其实基本上 就是全部捐给早产儿基金会 这边就是做他们的一些会晤的基金 了解 刚刚讲那个预防 但实际上的预防 医师这边有什么在建议的啊 或者说规划的有哪些呢 试婚年龄 能够让身体在最好的状况之下 怀孕当然是一个最好的 一个自然的发展 那当然也不是真的每个人 都这么顺心啊 所以我们在早产的预防上面 刚刚Yuki妈妈也有提到 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要认知自己 有早产的产照啦 如果有不正常的工作开始发生啊 或者一些不稳定的状况 就要找专业医师 那安胎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没有不能安胎的条件 你在床上多躺一天 多休息一天 就是一天 他的成熟度就是会有差 多一天就是会 多一个成熟的一个好处 所以要认知产照 然后该安胎的时候 要认证安胎 安胎真的是要很乖很乖 他躺在那边 不能动就是不能动 安胎就是躺在那边而已吗 当然现在有药物啦 有一些防止功收缩的 安胎药物可以使用 那就由专业医师来协助 那如果妈妈本身有一些 合并的问题 那有血压的问题 血压要控制好 有血汤的问题 血汤要控制在稳定正常的范围 这些都要同步去进行 那如果只是纯粹 子宫收缩的比较频繁 所产生的一些早产的迹象 这个就是要靠休息了 或者用一些防止 子宫收缩的安胎药物 那小朋友真的快要出来了 我们可以产前使用类固醇 那这个是有提升我们早产额存活率 跟肺部可以更成熟的 目前产前的处理 然后选择合适的医疗院所来生产 因为这些早产额 常常在第一时间出生的那一口气 黄金一分钟 我们要让他能够换气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他生了诊所生 然后再转送到医院来救 那个就有点延误到 不乐见的一个过程 所以选择适当的医疗院所生产 那生产之后当然就交给专业的团队 当然陪伴着你去过五官展六将 所以小朋友的成长 数字绝对不是绝对 因为他们的未来是充满的希望 不见得25周就一定会输人家多少 但是我们也知道 还是有一些宝宝早产额 真的就比较辛苦 他真的他的后遗症 就不容易靠后天来克服 但是不论如何碰到了 我们就是希望一直陪伴 大家一起度过 所以基金会的很多重要的工作 就是怎么样让家长更多人知道 所以我们对于怎么样去预防早产 需要有更多更多的宣导 然后我们也让更多的人认识早产额 或认识怎么样去做安胎 做好的 我们也有补助一些安胎示范病房 让妈妈如果真的需要安胎 真的能够安得舒服一点 让她能够放心安胎 不过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国家的力量 其实是要放进来 因为今年的数字已经是又创了 生育率的新低 这个其实是可以提高层次观的议题 所以每一个小孩现在都很珍贵 对 是这样没错 所以我们早产人基金会 其实在不同的阶段 也一直有一些政策上的倡议 也感谢社会各方面的资助 因为集合大家的力量 力量才会大 所以有这些经费进来 我们可以做更多的倡议 所以从早期的一些 像早产额所学 需要使用的保护肺部的 呼吸道融合病毒 最近很流行 因为新冠疫情之后 大家都说三亿启发 那个我们讲的呼吸道融合病毒 就是RSV 也是其中一个 然后这个就是对早产额最大威胁的 国外有单株抗体可以用的时候 因为价钱不便宜的 然后我们就一直倡议健保 政府要补助这一块 倡议了很多年 就有成功 然后从31周也扩道到33周 然后还有我们知道 早产额本身要用的那个管路都非常小 因为刚刚妈妈说 她的手指就是跟她的腿一样大了 那你可以想象 手指上面最细的那一根 血管 我们要把它点滴打上去 它本身的点滴管就要很细 它的针就要很细 什么东西都要比别人小很多号 但是进这些厂商根本就是亏 因为成本相对于使用的量 它成本就是压不下来 甚至有时候就找不到人家愿意进口 不管是衣材 或者是药品 常常是国外有好的药 台湾进来就很贵 就没有人愿意进 所以我们也倡议国家在这部分要投入 所以我们对于困难医药材的取得 再经过我们跟立法院各方的倡议 现在国家也在做了 所以确实有些事情 我们希望国家更多力量进来 最近大家都说 日韩的新生儿死亡率比台湾还要低 人家就是包一的那种政策 然后出生之后就五十万花在这个小孩的 花在这个早产的身上 他就妈妈爸爸妈妈都可以放心的 不用有什么压力 然后医师也可以放心的 不用去管那么多健保和三 或者斤斤计较一笔多少钱 一笔多少钱 就是要把它顾好 就是大家的信念 大家可以不计较这些费用 所以我觉得政府的力量进来是很重要的 Yuki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 就是包含的像刚刚提到的医师啊 或团队啊 我刚刚听到就是比如说 早产儿父母之间的这个互助的社群 对啊 就是自己的孩子现在国中了嘛 然后我就发现这么多年来 就是我们自己在Facebook上 然后大家有一个早产儿的父母的支持社团 现在我们的社团竟然超过五千人 都不可思议 觉得怎么拿来那么多的早产儿的父母 然后大家通常都是在一出生的时候会来加入 然后说他现在还在住院 然后通常那种心理交集的感觉 真的就是我们就很像一个互助会一样 然后曾经发生的 像我们是三个都发生嘛 在不同的部位 那我们一出生也有那个动脉导管没有关闭 所以动了一个心脏蛮大的一个手术 所以这些事情其实我们都发生过 那像现在我孩子已经国中了 很多妈妈会担心说智力发展的问题 然后我就跟大家说 我最近那个老师竟然跟我说 我女儿就是她是八百克出生的那一个 然后她说她的制衣测验竟然是全班第一名 那为什么成绩这么烂 就是表示没有认证念书嘛 所以意思就是说 其实不是代表她出生的时候 可能因为经过紧急的抢救 她那时候是全身败血症 所以其实要救回来打了非常多药 那这些到底会不会对以后有什么发展 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发展 那又或者是像刚刚讲的哥哥 他是脑式三度初学 那时候说可能很多像这样的孩子 可能国小都不会走路 但他后来是跆拳道全国的金牌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些一开始的支持 跟彼此的那种鼓励是还蛮重要的 那同时之间就是说 可能家人要给这样的父母 更多的一些体谅 举例来说 其实你一直要求大家都不能来看孩子 或者是一直给大家那么多规矩 外围的这种亲戚朋友 会觉得你非常小题大做 但是在刚刚讲的呼吸道融合病毒 由于在冬天比较容易发生的时候 很多人觉得喉咙痒痒的 其实他已经感染了呼吸道融合病毒 但是没有像感冒 但那样子就已经对 足以传染 对已经足以传染 而且可能会让他插管再次入院 那这样的风险意识 其实是只有父母最紧张 可是很多亲朋好友 可能不一定能够感觉到 我们就要学习 就是医生有跟我们讲 就是六亲不认 举例来说 就是有点咳嗽 然后喉咙有点痒了 他还想要来看小鸣 就要跟他讲说不行 但是很多父母 可能他同时要承受 就是这种照护的压力 发展迟缓的压力 然后又有家人给他的压力 其实真的会蛮辛苦 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大家能够为 身边的早产的妈妈做的 就是第一个告诉他说 网络上可能有很多这样的社群 你们可以去认识交流 然后多一点彼此鼓励 然后第二个就是 不要再给他过多的压力 像我记得我那时候 很多人都说 就是坐月子不能哭 我哭惨了 怎么不哭 每天都在哭 然后每天去 就是家务病房里面 看孩子的时候 看到他全身擦满管子 你就会内疚 所以就是一直哭 可是我觉得哭总比忧郁症好 所以就是能够把情绪 发泄出来的时候 就不要再有更多的压力 或者说你哭会对 以后的眼睛不好等等的 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 应该是要更多的包容跟体谅 了解 好这个以前有人说 养一个孩子要全村的力量 那早产额当然可能需要 更多的帮助 包含了这个医疗团队 然后互助 那当然基金会这边 不管是文业基金会 早产额基金会 其实都投入了很多资源 在这个早产额议题上面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那邀请了三位来 马六盆尹喝一杯 跟我们分享了早产额议题 虽然我的确对这个议题 不是很熟悉 但我觉得 就是我不熟悉 我觉得听众可能 也很多像我一样的是不懂 那这个东西就是 我们刚刚讲的 你开始推是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除了团队的照护 专业的知识之外 一般人 我们也需要去更了解 那早产额怎么预防 哪些是一些征兆 所以要去注意 那可以降低这个几率的话 那其实就更容易健康的长大 那就算遇到了 但只要有贴心的团队 有知识的团队 然后父母家长 全部人一起来努力的话 其实他还是有很好的成长 发展的机会 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谢谢三位 谢谢 谢谢 谢谢玛丽 再见 再见 再见